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有接受和谈的可能 这一切的幕后推手难道另有其人 是谁左右了副作义的念头 敬请收看两岸秘密档案 北平无战事 副作义的抉择 1948年11月2日 辽审战役结束 由林彪所率领的东北野战军锐不可挡 歼灭了国民党军四个兵团 11个军与夏侠的33个师旅 将近47万人 北平与天津 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 11月3日 蒋介石去电华北 剿总总司令傅作义 前来南京开会 面授华北军政事宜 傅作义临行之前 在北平中南海居人堂内 来回夺骨心神不宁的模样 让傅作义的长女傅东菊给注意到了 傅东菊对着父亲这么说道 有个老同学告诉我 战争的形势发展得这么快 你的父亲是抗日英雄 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抗日 并肩作战 所以有接受和谈的可能 共产党希望和你父亲再次合作 和平解决平均问题 身为女儿 傅东菊难道不知道 现在对于父亲来说 背水一战的压力无比沉重吗 那么傅东菊 为什么要对父亲说这些话呢 傅东菊我们知道 他其实是接受了当时 中共的所谓的学生委员会 他们的指挥的 就换句话说包括当时 什么崔月礼 什么奢迪青 实际上他们是透过这条 学生这条线去联络上 傅东菊的 共产党地下组织找上了傅东菊 要他做父亲 傅作义的工作 曾任北平地下党学委委员 王汉斌直接参与和领导了 傅东菊 李炳全等人 争取副作义与共产党合作 和平解放北平 但为了中国的北平 中华民族的北平 不管有多少的困难 我们也要寻找一条 避免战争的道路 如果北平 能够实现和平解放 那可是千秋的功绩 据王汉斌回忆 1948年11月初 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沈阳 东北野战军即将入关解放平津 警察暨中央分局成功部长刘仁 专门派撤退到成功部的 南系地下党党员 回来传达指示 说北平很快就要解放 为配合解放 党中央决定找傅东菊 做争取副作义的工作 给东菊同志的工作 要单纯 让他从思想上影响副作义 正与他接受党的主张 在中央和傅作义之间 这里是一条特殊的联络通道 根据刘仁的指示 南系地下党学委 立刻将傅东菊 从天津大公报调往北平 傅东菊是傅作义 与原配夫人张金强的大女儿 出生于山西太原 她在中学时辗转到了重庆 进入南开中学 实质抗日战争初期 傅东菊经常跟同学们一块 在节假日时 到重庆新华日报社 与中共南方菊青年组负责人 刘光朱宇金联系 接受革命教育 参加读书会 1942年 傅东菊考入昆明西南联大 从此 他更积极地参与了学生运动 被共产党地下组织 吸收为据点成员 1945年12月 傅东菊加入了共产党外围组织 民主青年联盟 傅东菊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加入明联之后 我和共产党员接触更多了 这个时期 我的思想进步很快 把抗日救亡 建设新中国的理想 当成了自己的责任 抗战胜利后 傅东菊给天津大公报投稿 并附上了一封求职信 没多久 傅东菊便收到了回信 1946年秋天 傅东菊成为了大公报的编辑 并且正式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从1946年底到1948年秋 傅东菊利用自己是 傅作义女儿的特殊身份 通过华北角总 在天津皇家花园的办事处 掩护一批进步同学到解放区 也是由于大公报的编辑身份 1948年10月 傅东菊认识了 苏联驻天津总领事 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 寄托夫 事隔将近50年 寄托夫在1995年发表的回忆文章 内容提及 在傅东菊做父亲副作义的工作时 自己是如何以局外人身份 建议傅东菊要让他的父亲明白 摆脱困境的唯一正确道路 是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就在华北地区实行停战 尽快开始谈判 寄托夫看得很清楚 傅作义想要跟解放军打 那是打不过的 当时解放军打响了辽沈战役 吹响了胜利号角 这让傅作义有如惊弓之鸟 傅作义评估 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之后 需要有三个月到半年的修整时间 来年春天才能够入关作战 不料 蒋介石为了确保自身利益 巩固长江防线 把傅作义叫到了南京 要他率步难撤 傅作义知道 自己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军 和蒋介石没有太深的渊源 一旦南下 恐怕遭到吞并 于是傅作义决定战手平津 以观识变 为了战事来的比自己想象的快了许多 1948年11月29日 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 第二第三兵团 共一百万人 联合发动了平津战役 傅作义率领六十万兵力 部署在山海关到张家口 这条约五百多公里的狭长地带 傅作义的这排旗 能有多少胜算 从这个布局来讲的话 其实看得出来 傅作义还是有一个想法 就是万一最后没办法的话 他还是回到他 虽远跟查哈尔的老地盘 对傅作义来讲的话 一动不如一进 1948年11月29日 华北军区第三兵团 向张家口发起攻击 平津战役打响 此前毛泽东更已下令 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修整 从11月23日起 80万主力军从长城沿线取捷径 隐蔽的挥师入关 在沈阳自住了两个晚上 那就是开始就急行军啊 就昼夜的就奔袭 那个北平来了 进完以后就保不住 那我必须 当我说乔罗打过华英 维问 说我们也知道呢 这兄弟不得回合了 得管他军啊 就致奔的天地和北平 中共中央军委认为 防止副作义部队向西向南逃窜 将敌军留在华北就地歼灭 对战局发展最有利 首先对敌采取抓住西线 稳住东线 对西线围而不打 对东线隔而不围 由西向东完成对敌人的合围 能够打能够拿他就拿 但是不能够打的话 就是用长期的围困 去消耗他的这个战斗意志 对于毛泽东来讲 我今天能够为而不打 然后想办法运动副作义的话 只要进随军这一块瓦解掉 那中央军当时还好 还有十几个师 像什么石绝啊 李文啊 基本上就不是问题了 当解放军华北第三军团 开始包围张家口地区的 副作义部队 副作义为保住往西的逃命路径 即令其精锐部队 第三十五军增援张家口 不料12月5日 东北野战军先且军团 第十一纵队 行径途中 歼灭了副部在守云的一个师 副作义以为 东北野战军已经入关 即将进攻北平 又急调第三十五军回头 这一决策 给了解放军有利地位 12月8日 华北第二兵团将腹部第三十五军 包围在兴保安 围而不打 副作义眼见手上的王牌军 无法动弹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等到12月21日 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 提前完成了对平津堂固的战略包围之后 隔天 华北第二兵团 华北第二兵团这才攻克新保安 歼灭副部第三十五军 军长郭景云自枪 副军长 裁谋长 以及师团长多人被俘 副作义遭到灰灭性的打击 副作义做副作义的工作 副作义居期不定 究竟怕什么 你说的老同学是真共产党 还是真有特务 你可别上当了 要是碰上了假共产党 可就麻烦了 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您解密 就在解放军步步进逼平津之际 共产党找上了副冬局 希望副冬局对副作义做工作 争取他起义 可是副冬局真的能够说服父亲吗 事实上副作义和副冬局这对妇女 意见时常相够 由于副冬局很早接受中共的主张 逐渐认为父亲是资产阶级的一员 不跟人民站在一块 这让副冬局不但敢于向父亲争辩 也不愿意接受父亲的安排到美国留学深造 他们父女俩处处不对牌 副冬局要如何展开对父亲的工作呢 在生活道路上 副冬局不愿意听从父亲的指点 对副作义与解放军之间的冲突 副冬局也多次与父亲争辩 副冬局在回忆文章中提到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 7月31日解放军发起大同战役 9月中 眼看解放军快攻下山西大同 副作义却嫌蒋介石之命 唯为旧赵 为延西山解围 从解放军手里打下吉宁风阵 为此副冬局对副作义相当不满 他还特地从天津跑到张家口 与副作义争辩通宵 我爸老说我是小孩子 小孩子 你什么都不懂 不过有一点就是说 父亲我可以在他面前 什么都可以讲 这一个他倒是不阻碍 他只是说 你别在外面给我惹事 虽然父女俩针锋相对 但副冬局感觉到 这一夜我与父亲的争辩 对父亲触动很大 事后从他身边的一些人 只言片语中得知 他经过认真思考 对这些人说 这样再打下去 即便死在疆场 也不会有人来为我们收尸 此后副冬局接下共产党赋予的重任 争取副作义和平起义 在他的心中有两个帮助 帮助拯救平均数百万人民免于战火 保护古都北平的文化古迹 以及帮助拯救自己的父亲 让他占到人民方面来 1948年9月 副冬局出公差到北平 在返回天津的火车即将开动之前 他又被拉了下来 来人是北平地下党的代表 李炳全 天津那边来电话了 叫你留下来 以照顾您父亲的名义 向党多提供一些 你父亲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报 于是独立惯了的副冬局 从此便留在了父亲副作义的身边 回到节目一开头 辽审战役之后 副冬局劝他爸爸 与共产党合作的时候 口中提到了老同学 副作义一听这老同学 他的反应可大了 他急忙反问副冬局 你说的老同学 是真共产党 还是军统特务啊 你可别上当啊 要是碰上了假共产党 可就麻烦了 这话要从何而来呢 这段时间 副作义的内心 到底有多么天人交战 副冬局向副作义再三强调 自己所碰到的朋友 是真共产党 不是假的 更不是国民党特务 还是毛泽东派来的 副冬局的领导王汉斌也说 副作义很有政治经验 怕是军统或中统特务 透过他的女儿来套话 刚开始的时候 他不敢完全相信 毕竟你说一个二十几岁的 一个小姑娘跑来说 她是代表中共 你会怎么想 当副冬局根据成功部指示 要副作义摆明 要么投降 要么起义 副作义都不接受 王汉斌转述了副作义 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 起义我就对不起蒋先生 投降 我副作义的面子太难看了 在很多的记载里面 包括副冬局自己说的 说他老爸常常用手去敲头 然后用头去撞墙 然后甚至想要咬那个火柴 自杀等等 其实对副作义来讲的话 要他背叛蒋介石 我想是一个蛮痛苦的决定 因为蒋介石对他不差 对副作义来讲的话 他其实是很艰难的 那是很艰难的 那他女儿的来 等于就是说让他有另外一个选择 当时副冬局每天都到副作义办公室 观察他的情况 副冬局在与王汉斌见面 汇报副作义的动态 这一期间副作义的情绪 起伏剧烈 都让中共中央完全掌握 副作义其实很担心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以这样的背景投靠共产党 会不会是自取其辱 就到时候共产党对我不客气 甚至把我五花大榜游街 把我干掉了 那我何苦呢 副冬局回忆 1948年11月7日 副作义从南京回到北平 两天后 副作义分别看望杜玉明与魏力皇 并且把蒋介石发来 要副作义扣留魏力皇的电报 拿给魏力皇 副冬局认为 副作义已经开始 为自己的前途问题盘算 这些过去 他为了搅供 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弟兄们 现在忽然你一个把甲弯 那这底下人能不能接受 对他讲是很大的危机 1948年11月17日 副冬局一早来到了副作义的房间 不等副冬局开口 副作义劈头就问 你上回说的你那位老同学 你们又见面没有 他到底是真共产党 还是假共产党 你们接触当中 有没有让你生疑的地方 副冬局倒是很肯定地回答 是真共产党 没有让我生疑的地方 副作义一听 像是心中放下了一块石头锁 放缓了氧气 他说 那好 我有一件十分机密的事情 能不能请这位老同学 帮我办一下 请他替我 给毛泽东发个电报 副冬局一听 喜出望外 哎呀 父亲的信念动摇了 副冬局一厢情愿地这么想 真是如此吗 正当副冬局打算拿出纸笔 立刻被副作义给喝止 哎 一个字也不许用笔给记下来 只能记在脑子里 对你的老同学 也只准口授 不可以自传 电报的原文大义是这样的 我已认识到 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 来统一国家 复兴民族和隋蒋勘乱 是完全错误的 决计将所属的约60万军队 200架飞机 交毛泽东指挥 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 请求南汉城来评商讨和平事宜 只是这封电报发出去之后 便石成大海 毛也回了一封信给前委 就是那个前线的那些军委 意思大概就是说 副作义的立场不切实际 就认为说他还存有幻想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态势 使得毛认为 最后的胜利 大概他是有把握的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他就不用太早出将 那要让这个副作义 等于说 这个感觉到有点紧迫 12月12日 解放军已经攻占南口 海淀 丰台 黄村等地 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 虽然副作义 首拥六十万大军 手中王牌第三十五军 却被围在新保安 在副东局的劝说下 副作义派出亲信 平民日报社长崔在之出城谈判 1948年12月15日到19日 崔在之与解放军代表 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 刘亚楼商谈 崔在之代表副作义提出 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 释放第三十五军 以及与共产党建立 华北联合政府等核谈条件 刘亚楼则缠明解放军对 和平解决平均问题的 基本原则 以国民党军放下武器 解除武装为前提 绝不允许保存反动武装力量 更不同意建立华北联合政府 这个对中共来讲的话 你吃心梦想嘛 我就是要你城下是猛了 你要么就是接受投降 要么就打 此次和谈 双方没有共识 12月21日 副作义的精锐部队 第35军被解放军全监 25日 新华社发布 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 副作义名列第31名 他当时很激动 他是认为 我已经表示出 我要跟你和谈的这个愿望了 而且我也很有诚意 你为什么还要把我公布 回战犯呢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也不谈了 既然我是战犯 那就打吧 其实当时实际上 傅将军的反应是很强烈的 所以严格来讲 以副作义当时的地位来讲的话 他不列入反而奇怪了 严格来讲反而是奇怪了 所以一种讲法是说 列入其实从一角度来讲 就是保护副作义嘛 让南京这边 不要太早地去怀疑他 据副东局回忆 1949年1月1日 毛泽东特地发了个电报 给副作义 这才解除副作义的思想疑虑 将他拉回谈判桌上 其实并不是只有副东局 在对副作义做工作 北平地下党 同时透过许多途径 对副作义施加影响 其中一位便是由北平地下党 学委秘书长崔岳梨出面 请出了副作义的老师 刘后童 刘老举了下节和商咒两位暴君为例 说商汤周五讨伐 后人们不但不骂他们叛逆 还赞美他们是圣贤 他告知副作义 中要忠于人民 并非忠于义人 如今国事败坏 人民流离失所 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人民希望和平 政府必须改造 刘老对副作义动之以情 一和一成 平均免受战火破坏 人民会感谢你 共产党不会亏待你的 老师的这番话 副作义听得进去吗 1948年12月28日 副作义邀请他的拜把兄弟 华北脚总副总司令 邓宝山前来北平 副作义下定决心 说在这种矛盾激化 他自己思想矛盾激化的时候呢 就哎呀 还是请宝山来 只有他了 他跟共产党那么多年的交往 他深知共产党 同时共产党也知道他 这样的话彼此信任 他就痛下决心 才用飞机到我父亲接来 他确实是跟我父亲表 表示他是想和了 邓宝山虽然是国民党人士 但与共产党关系深厚 他暗中与崔月梨碰头 两人讨论着如何争取 副作义和平起义 邓宝山向副作义 小以大意分析情势 认为解放军攻占平坚 是迟早的事 在长时间的交谈中 副作义选定 核局这条路的思想 更加明朗了 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在共产党毛泽东那里 我们必须走 与中共和谈的这条道路 如果失败 也是我副作义一个人的失败 1949年1月6日 副作义派出华北较总少将 民事处长周北锋为代表 前往解放军平坚前线司令部驻地附近 进行第二次谈判 只是副作义还想讨价还价 毛泽东看到副作义人未觉悟 1月14日下令对天津国民党军发起总攻 只花了29个小时 1月15日天津解放 对副作义来讲的话 等于说天津丢了 他的退路就被截断了 这时候他怎么办呢 所以回到虽远 回到虽远刚好是被公军包围夹击 所以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副作义见大势已去 派出河滩代表邓宝山 与周北锋出城 到解放军平坚前线司令部谈判 他就跟我说 他说今天晚上我要出城去 很严肃 他从来对我都是很喜欢 没有那么严肃过 好像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他说你 你一定要在你房间的那个电话旁边守着 不管你睡觉的时候 白天你都要在 但是呢 别人来电话的时候你要接了 你可就不能说我出城这两个字 要绝对保守避疫 这可是关系着国家大事的 副作义起义 蒋介石出狠招 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 他们趁机巧言吝啬 蛊惑人性 杀掉一个像何思源的人物 对别人可以起到警告和威慑作用 一封信为何差点引发轩然大波 邓宝山拿出一封揣在怀里 没有封口的信 交给了傅东区 你先看看 然后再找个适当的机会 交给你爸 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您解密 傅作义振前倒戈的态势 可以说是完全明朗化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收到密报 气得是说不出话来 蒋介石知道 自己在战场上节节败退 是再也输不起了 一旦傅作义振前倒戈 这不仅是把华北拱手让给了共产党 而且自己残存的几十万主力 也荡然无存 更何况 这种情形将对全中国其他战场 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蒋介石决定找人开刀 借此敲山正虎 警告傅作义 蒋介石把保密局长毛仁凤给找来了 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 他们趁机巧言吝啬 蛊惑人心 杀掉一个像何思源的人物 对别人可以起到警告和威慑作用 何思源在1946年就任北平市长 其间北平发生多次学潮 何思源同情学生的行动 多次与学生站在一块 请命释放被捕的学生 并给学生们增加粮食 提供市立医院免费看病 种种行径早就触怒了蒋介石 1948年6月 何思源遭到撤职 此后何思源高升几乎和平 主张与共产党和谈 1949年1月 何思源被华北七省市参议会 推选为何谈首席代表 更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 他会觉得说 你们这些出来呼吁和平的 大概动机都不存证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思维 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1949年1月17日深夜 国民党军统特务段云鹏 在何思源家中的屋顶 安置定时炸弹 炸弹引爆后 何思源与妻子受伤 妖女何卢美胜亡 蒋介石的暗算并未击退何思源 他坚持戴章 与谈判代表 一同参与解放军和谈 蒋介石来应的 可却吓不倒何思源 等呼吁和平之事 更不用说 能够对副作义起上什么作用 事实上 在暗杀何思源行动之前 蒋介石已经先后派出徐永昌 郑介民等人 力劝副作义率部南下 却未得其果 1949年元旦刚过 蒋介石再派次子蒋伟国 带着自己所写的亲笔信 与副作义见面 蒋介石允诺副作义 如果副作义率部南下 将委派他担任东南军政长官一职 面对蒋介石以官职立由 副作义会作何反应呢 只要医生的部队撤回江南 东南最高军政长官的位置 还是给你留着 副作义以石南胜任 此一要职为由 不为所动 给蒋伟国碰了个软钉子 他跟军队之间的关系 是很紧密的 这么多年的经营 你要他把部队全部放手丢光 我相信他在情感上面 是很难很难做到的 对于这些北方人来讲 那个地方其实是很辛苦的 过去包括我们提到 冯玉祥的军队都曾经被派去江西搅购 后来表现都不好 而且通常都是水土不服的问题 这个结果 蒋伟国早就预料到 在他见副作义之前 蒋伟国先找了军统 北平站站长古正文商量 古正文要蒋伟国 与副作义结束见面时 趁副作义送蒋伟国上车之际 将副作义绑架回南京 然而最后 姜伟国非但没有这么做 反而与副作义紧紧握手告别 当时美国人其实一直希望的是 能够在国民党里头找到一群人 这群人将来在未来 可以做一个备胎取代蒋介石 副作义应该是当时规划人选中的一个 除了蒋介石之外 美国人也积极拉拢副作义 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 劝副作义退守青岛一带 美国可提供武器装备 副作义拒绝了 至于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 白基尔来到北平 声称要抛开蒋介石 完全支持副作义 如果他愿意南撤的话 愿意撤 就是从海陆撤的话 那美国是可以保护 可以协助他撤离的 副作义义正言辞地说 我是中国人 我相信中国人能解决好 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情 不需外人来干涉 1949年1月16日 副作义派出的邓宝山 与共产党方面展开谈判 双方达成了共识 和平的最后关头 副作义发出了请帖 邀请北平的学者名流 来到中南海聚会 徐悲鸿 朱光浅 许德恒 等二十多人出席 席中 徐悲鸿认为 当前情势战则败 何则安 数日之后 双方代表在北平城内 华北脚总联谊处磋商 将协议证文增补为十八条 附件四条 一共二十二条 一月二十二日 副作义在关于和平解决 北平问题的协议上正式签字 根据这份协议 双方自一月二十二日 上午十时起休战 在副作义签字的前一天 他已宣布了 北平城内国民党守军 将接受和平改编 并发出了 关于全部守城部队 开出城外听后改编的通告 同时将协议内容 经国民党中央社 北平分社向全国发表 那国民中央的这些军队 蒋介石的军队会不会照办 不过事后看起来是 包括蒋的军队 也没有再打下去的意志力了 蒋介石嫡系将领李文石绝 搭乘飞机离开北平 一月二十二日 副作义固守在北平城 包含中央军在内的二十五万军队 陆续撤出市区 至三十一日撤退完毕 同日解放军和平入城 平津战役结束 北平解放 并在二月三日 举行入城市 上午十点钟 宣挂毛主席 朱总司令肖像的装甲汽车 以无比的威力 从永定门进入北平 这是北平有史以来最光荣的一天 也是值得全国人民骄傲的日子 副作义开城投降 毫无疑问的 副东局是幕后的推手之一 不过直到副作义率部出城的前一刻 副东局仍然无法完全放心 这又是为什么呢 就在一月二十五日的晚上 邓宝山领着解放军最早入城的苏靖处长 来到了中南海居人堂 看望副作义 副作义先是让秦务兵端茶倒水 自己先和苏靖热情地聊了起来 这个时候 邓宝山随着副东局进到了屋内 邓宝山拿出一封揣在怀里 没有封口的信交给了副东局 你先看看 而后再找个适当的机会交给你爸爸 副作义就要率部出城了 这封信会带来什么样的波澜呢 这封信是毛泽东起草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 致副作义将军攻函 措辞强硬 可视为解放军给副作义的最后通牒 那里头对副作义是很不客气的啦 大概意思就是说 他的军队几率很差 到哪里呢 基本上都是兼营掳掠 然后呢 说他呢 取消人民的自由权力 压迫民主党派 然后在北平呢 滥捕无辜 这封公函细数副作义的罪状 由林彪交给邓宝山 请他务必转交到副作义手上 邓宝山看了内容 心惊胆跳 只好把信暂时掀给了副冬局 副队还有部位在城里 我说我父亲生气起来 之后北京又打起来了 又乱了起码掉 所以我就也不敢给他 我就被他放在他的桌子 办公桌子上 把那个报纸 有书啊 报纸 我们家的那个 上面盖了报纸 他就没看到 那么后来一下子登报 以当时的环境来讲的话 其实当然很可能会激怒副作义啦 2月1日 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公函内容 副作义看了大发雷霆 痛骂副冬局害他挨了梦棍 在全国人民面前搞臭他 所以我认为这时间里头 会出现这种文件 吓一吓副作义 也不是不可能 就换句话说 你不要以为你很稳 我这边还是有可能清算你的 副作义气愤失落烦躁 林彪 聂荣真 先是宴请副作义安抚他 但副作义心中人愤愤不平 2月22日 副作义与邓宝山来到了西百坡 与毛泽东见面 副作义惶恐地对毛泽东说 毛主席 我有罪 毛泽东却说副作义有功 抗日战争 你为人民立了大功 和平解放北平古都 你又为人民立了功 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听完毛泽东一席话 副作义心中的不满 烟消云散 4月1日 副作义向全国发表通电 拥护共产党与毛主席的领导 新中国建立后 副作义被任命为第一任水利部长 事实上 若凭实力 解放军进攻北平并非难事 但是 要确保这座千年古城的风貌 就不可强攻 只能采取和平解放的方式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 要积极争取副作义 为实现北平和平解放的重大意义 未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